Ich kenne einen Mann wohnt in München 大錯特錯 Ich kenne einen Mann wohnt in München 臭在哪裡呢? 你看一下 我們這裡有一個動詞 kennen 我們這裡有一個動詞 wohnt 那主詞是哪裡呢? Ich 所以呢 Ich kenne沒有臭 但是這個動詞好像 跟這個瘦子有關係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呢 如果一個句子裡面有兩個動詞 請你注意 因為一定有問題 除非是一個豬動詞 可是這裡沒有豬動詞 Ich kenne einen Mann wohnt in München 怎麼辦呢? 就是 我認識一個住在暮逆黑的男生 那怎麼辦呢? 我們就把這個句子拆開來講 Ich kenne einen Mann Komma 然後呢 我們現在需要那個 所謂的那個 關係代名詞 對不對? Ich kenne einen Mann der 你看 der 就是跟這個 Mann有關係 所以呢 叫做關係代名詞 那現在怎麼辦呢? 這個動詞 不可以留在這個位置 wohnt 放後面 所以 如果一個句子裡面 你看到兩個動詞 那如果這個動詞 比方說 好像跟臭詞有關係 千萬不要講 你就把它拆開來講 然後你需要那個關係代名詞 我們這個句子裡面那個關係代名詞就是 der 為什麼是der呢? 因為男生就是 der Mann 再一次喔 我記得一個男生 的人 在 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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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重